房前女友是你的老板 你把我活都撩走了 你现在说分手就分手了 我不干 不是 你把话说明白啊 我可没撩你啊 我不管 我就要做你女朋友 渣男 你到底对他做什么呢 不是 我啥也没做 我就是正常交的直播带户 都是正常流程啊 你回来 你到底对他做什么呢 不是 这个好像不在工作范围内吧 他是公司学员 我有责任对他负责 行行 来来 你坐着 坐着 我跟你说了 我就是正常教他怎么做直播带户 刚来一走直播第三场就卖包单了 单场销量破了个20万 赚了4万块钱 这就说我给他开单独小赵了 就说我对他有意思了 你说 我带所有人斗子这么带的 那有人物性高点就快点 有人物性差点就慢点 那不就这么点事吗 真的就这么紧张 那还能有什么呢 那我看他好像挺山西的样子呀 哎呦 我那我哪知道啊 咋的 你就这么找小姑娘喜欢呀 你也别这么说啊 那我又不是小奶狗 你 除了我谁能要你呀 你自己没心滋味 你要是女的 你能愿意给你在一起吗 嘿嘿嘿 我告诉你 我想我都不敢想啊 我哪有那种福气 你臭不要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